Odio Jungle Odio Jungle 原标题,人人都是缝人能手,二战中英国的衣服限量供应制度,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,即使在后方,战争也对英国公众的日常生活,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, 食品的限量供应,开始于1940年,衣服的限量供应,在1941年6月1日实施,因为制衣厂首先要满足战争的需要,比如赶制军队制服,通过减少民用服装的生产,各大工厂的产能和劳动力,都被投入到军事生产中,限量供应制度,迫使人们痛苦地计算,如何更好的使用有限的衣服配几券, 每个人都不得不对每一块布料都精打细算,英国政府则大力提倡,把衣服修补一下凑合使用,鼓励人们继续使用,或缝补穿旧和磨破的衣服, 童子军的男孩们学习针线活,随着限量供应的开始,手工制作和缝补过的衣服,成为了战时的主流服饰,人们想方设法来自制和保护衣服,每个人都要努力提高自己的针线活水平, 童子军的男孩们也要在老师的指导下,学习如何给自己的衣服缝上几针或者打个补丁,政府鼓励人们爱护自己已有的衣服,并用旧的布料来制作新衣服, 1942年秋天,英国贸易部正式在全英范围内,发起一场节约布料的运动,到处张贴宣传海报,发放小测色和一系列指导传单,并塑造了一个叫做裁粉夫人的卡通形象, 这个大眼睛的玩偶娃娃还出现在政府赞助的卡通电影里,向人们介绍各种缝衫小知识,缝衫夫人考虑到父母为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们的衣服发愁, 父女志愿服务协会,设立了衣服交换制度,家长可以把孩子们穿不下的衣服上交,并获得一定的积分, 这些积分可以用来兑换孩子们需要的其他衣服,手工针织打毛线也锋利一时,用今天的眼光看, 很多当时的手工针织内衣,并不怎么好看,但是却非常保暖和耐穿,而且还可以节约宝贵的衣服配几券, 根据规定,含毛量在16%以下的毛线,不在限量供应范围内,因此,暖和又舒适的羊毛针织制品, 使人们全身心地投入到紧张的暂时工作中,交换衣服的孩子们如何防止衣服被衣额破坏, 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,人们对注视衣服的衣额深恶痛绝,这些小虫子也成了人民公敌, 政府发布了专门的海报指导人们与衣额作战,强调衣额对羊毛衣服的危害, 就像毛虫对卷心菜的危害一样,防止衣服被衣额注视的方法, 包括用运斗运烫衣服,平时都用刷子刷衣服,经常把衣服挂在室外晒太阳, 同时使劲拍打衣服,防止衣额损害衣服的海报, 本来女士内衣裤上的蕾丝和褶边是相当受欢迎的, 但为了节约布料,也被悬面禁止,1942年,英国政府还对衣服上的扭扣,口袋,褶皱的数量,都做了严格。